我們現在知道說除了告白氣球之外 還有間諜氣球 那剛剛講這個間諜氣球 它很專業 因為大家想像說氣球 你就把它射下來就好 可是剛剛大家知道 這個氣球以一個足球場這麼大 三輛巴士的直徑 然後它可以飛多少 它可以飛到八萬到十二萬英尺 你很難想像說 我們一般的民用飛機 只能飛到四萬英尺 戰鬥機可以飛到六萬英尺 它在八萬到十二萬英尺 所以剛剛李柏毅講的很簡單 我們把它射下來 飛機飛下來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專業 美國都要派F-22 用一個將近兩千萬的飛彈 才能把它射下來 所以對台灣或世界各國 其實面對這個所謂間諜氣球 它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它所徵收的能力跟資訊 跟成本相較之下 確實非常的精準 而且非常的低 那各國其實也面臨 這樣子的一個威脅 所以對美國來講 當然這樣子的一個間諜氣球事件 最近新聞出來 不是只是美國 包括什麼哥倫比亞 其他遍布五大洋各大 包括台灣現在也陸陸續續發現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確實它是一個國安危機 也確實就是說 對政府來講要嚴正以待 怎麼樣拿出一個對策來 可是另外一方面 當這樣子的一個間諜氣球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因應態度是什麼 剛剛講說去年金門的無人機來 我們的士兵拿這個石頭去丟 大家都很傻眼 那現在面對間諜氣球 美國能夠射下來 那台灣的反制作為是什麼 可是同樣的 這個國民黨現在在做什麼 國民黨在這個美中關係 面對這個氣球的時候 夏立妍竟然要跑去中國 副主席 夏立妍副主席要跑到中國去 大家如果有印象 上次裴洛西來的時候 這個中國對我們發射 十一枚的東風導彈 而且當時圍了整個台灣海峽 大家都同仇敵愷的時候 夏立妍這時候就跑去了中國 那現在中國這個 宋濤的這個國台辦主任 要求就是說 在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這樣子的一個前提下 共創統一大業 那結果你夏立妍在這個時候 美中這個時候呢 共產黨正需要一個遮羞布 或者說需要一個工具人的時候 國民黨就跑去了 好像認為說 現在全世界對這個間諜氣球 都是同仇敵愷嘛 大家非常氣憤啊 可是你國民黨這時候 跑去中國是要談什麼 是要做什麼 所以回過頭來就說 那麥卡錡會不會因此 反而增加來台的機會 確實啊 因為拜登現在也面臨 2024的選舉 這一次因為美國 國內的反彈非常的大 包括川普 包括很多的媒體啊 還有美國人 都是要求拜登應該 綁快把氣球打下來 國內壓力非常大 那布林肯他本來要去 中國訪問 剛剛講嘛 美中要龍兵的時候 可是發生了氣球 氣球事件 這對拜登跟習近平 都是一個非常尷尬的事 大家如果注意中國 第一時間反應什麼 他們是第一個先否認 這個氣球是中國的 他說哎呀這個氣球 美國不要任意栽章啊 你怎麼說 這是我們中國的 後來被發現說 確實是中國的時候 他就說 這是民用的 這只是氣象氣球 只是徵收 跟我們中國的政府 沒有任何的關係 後來被打下來之後 惱羞成怒了 不僅說布林肯沒有要去訪中 那也譴責就是說啊 這個無端的指控 他們絕對不能接受 所以確實美中關係 因為這顆氣球 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可是同時對台灣來講 這時候我們要站在哪一邊 我們當然是站在美國這一邊啊 因為這顆氣球 同時也飛到了台灣 可是在台灣裡面 卻有人要跑到中國去 站在中國那邊 那個就是國民黨 共產黨 我講到 嘉義委員從我講的老半天 就是一直在抹黑國民黨啊 問題都沒有回應啊 夏立妍去不去中國大陸 跟我們把他氣球打不打下來 這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夏立妍去中國大陸要談的 當然是兩岸經濟和平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對岸派氣球過來 我們的委員已經講很清楚了 直接打下來 這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直接侵犯到我們的安全 當然要這麼做 反倒是我問嘉義委員 剛剛嘉義委員講到一個重點 我蠻緊張的 他說那個是很高空 很專業的東西 美國也花了很多時間才打下來 那將軍我們台灣有沒有能力 把他打下來啊 講得好像沒有能力打下來一樣 打不下來 我們打不下來 打不下來 為什麼打不下來 因為我講齁 我打一個氣球都打不下來 你只要超過兩萬公尺 除了F22以外 他可以飛到兩萬公尺以上 你超過兩萬公尺 你是打不下來的 我們F16只能飛到一萬八千公尺 那相對的如果一樣的氣球 飛到老共的上空 超過兩萬公尺 他們也不行 他們也打不下來 你這樣講我心情好 他們也打不下來 嚇死我了 你這樣講我心情好 打不下來 所以這次派F22 是因為他們衡量過 所有的戰機上去 對 我在盼著 在上頭 我的飛帶要往上打也不行 所以只有F22能夠飛到這樣 對 他只有F22可以飛到兩萬公尺的高空 F35也是一萬七千多而已 F16大概一萬一萬六一萬八 他飛不到兩萬 全世界目前可以飛行最高的戰機 就F22 所以他的飛行 他的飛行成本很高 將軍 那這樣對方要派氣球加年華 對 所以你打一顆氣球成本多少 你看美國F22升空再加一個飛彈 就幾千萬 沒有 所以我其實講 這一次中國的這顆氣球 如果他不要掉到兩萬公尺以下 沒有人會打 因為打不到 因為打不到 所以他只能看著他過去 對 你只能看著他過去 而甚至肉眼也看不到 超過那麼高 肉眼也看不到 他是刻意降下來 他什麼理由不知道 他是刻意降下來的 他是經過了蒙大拿州上面 他是要去偵探溪谷裡面的軍事設施 還是要看發射警 不知道 因為蒙大拿 大家都知道 他是美國的核彈發射警 對 那個核彈 就是你看每次鏡頭 有沒有有沒有 咚 對 那個給他拍海特亮 因為發射警 衛星不好拍 因為衛星很高嘛 他即使他的鏡頭 有再多的倍速焦距解析度再高 如果有轉折你就拍不到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講說溪谷 溪谷是有轉折的 你再大的衛星 你拍不到嘛 那可是氣球不一樣 氣球可以喬位置 他可以喬位置 所以他可以抓到 所以他如果今天氣球不降這麼低 美國即使知道了也不能打 那怎麼打 對不對 所以我講同樣以其人之聲 還自其人之道 這個氣球如果超過兩萬公尺 飛到中國去 中國也是眼巴巴的 看到他飛到新疆而已啊 沒有人能打 所以我在講這個氣球 為什麼這次事情影響這麼大 他有五大特色 第一個成本低 你說成本低不是真便宜啊 你叫我預備成本我也買不起啊 那是對於國家軍事戰略來講成本低 相對的比起衛星 比起這些F-22F-35 比起飛彈 他成本低 但是他也不是一般人就買得起 他的成本較低 第二不用油 他不用耗油量 他用電器電量來收縮他裡面氫氣的含量 讓他上升下降 第二個就重點了 飛行高度夠高 絕大多數的戰鬥機飛不了這麼高 超過兩萬公 他沒辦法飛嘛 他沒有辦法飛嘛 進入平流程他怎麼飛 他不能飛 但是氣球可以 我剛講過他那個外皮是聚以吸的 他不是像我們想像說一個氣球一戳就爆 不會爆 機炮打過去 他就是一個洞而已 他不會自動沖田 另外就是他可以接近地表 這不是說跟誰比 跟衛星比 衛星打到定位只能在軌道跑嘛 你說下降5000公尺 他下不來啊 但氣球可以 氣球隨著他氫氣的收放 他可以下來 然後等到快被發現 他又升上去 你就打不到我就是這條線嘛 我又跳過來了 我又跳過去了 聽起來像方唐忌 對方唐忌一樣 我又跳進來了 我又跳進去了 你打不到我 他可以有這個作為 那這一次呢 最重要一點 還有一個第五項 容易偽裝 因為在這個地表上 飛的氣球太多了 廣告氣球了 氣象氣球了 太多氣球 而且氣球在雷達上所顯示的 跟飛機顯示不一樣 那比如說點不一樣 不是光點不一樣 是他的移動的飛行動態不一樣 飛機是直線 由A點到B點 他很明確 他用他的航速 航向 還有他的這個這個航機 就可以判斷出這什麼飛機 那可是氣球呢 他是飄忽的 嗯 他甚至如果沒有重大的氣流 他的原地定竿 那你會認為這是什麼玩意兒啊 氣球了 不要管他 他容易偽裝 他的偽裝是容易讓你去忽略他 就是剛剛人俊講 就雷達判讀上面出現 對判讀上 可能以為是雜訊 昨天在這 今天還在這 一年都在這 一百天都在這 雜訊了 那他就是個氣球 OK 所以他有這五大功能之後呢 所以中國為什麼會採用這個 即使被你抓到了 就像折凳可以藏於人群之中一樣 哎沒有我拿來做的 我沒有來打人的 對那真的被抓到氣象 真的被抓到氣球 真的被抓到成本很低 所以說中國利用這種方式 很多人講說 那飛到臺灣怎麼辦 那要看飛多高啊 飛超過兩萬公尺 我們打不到啊 你叫空軍的飛行員 哪怎麼飛啊 我們沒有F-22 OK 所以目前能夠飛到兩萬 只有美國 那中國說沒有關係 我馬上發明 那你發明了再說 這個氣球飛到中國 超過兩萬米 他也打不下來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我剛剛就講 這整個包括中美的氛圍 跟包括我們國內的政治氛圍 都因為一顆氣球 會有很大的轉變嗎 因為包括二零二的內照 說抗爭寶臺也沒有什麼 因為老百姓對於這些 感覺上那個氛圍都不一樣 可是因為這一次 感覺上那個春染花開 到極凍之下 跟我們國內的一些政治氛圍 都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這顆氣球 應該是說過去 美國後來有講 過去這幾年來 應該至少有五顆 但從來沒有引起 這麼大的一個爭議 為什麼在這一顆 在這時間點 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主要還是美國跟中國之間的 彼此的不信任度 根本是激進到一個冷戰的邊緣 甚至我們都知道 布林肯說要去中國這個 本來大家會認為說春染花開 結果這次破冰之旗 一顆氣球就破了這樣子的一個局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最近剛好全世界有四大 非常重要的一個出訪 包括說布林肯要到中國 包括說可能麥卡錫要來臺灣 還有就是說 因為麥卡錫傳出要來臺灣之後 習近平也說要到二月的時候 可能也要到俄羅斯去拜訪普丁 而到這三件事情 卡在這件事的時候 一個氣球這件事情 本來民主黨 假裝沒有看到 為什麼民主黨想要假裝沒有看到 因為他們認為說 這個剛提到的這個氣球 他本身所造成的危害大不大 其實如果是不管是偵探 所謂探測用或什麼樣的用 你不能說他不大 但是有沒有大到要動用兩三千萬 美金弄一個F二十二 去把他打下來 我覺得他們也認為說 好像感覺上沒有必要 好像沒有必要 他過去就算了 對 以前可能是採取這樣的方法 因為以前也沒有傳出說 把他打下來過 這應該是第一次 所以我覺得中國其實長期 來就用這種垃圾包 你知道嗎 就是用這種垃圾包 對他們來講成本低 效用高 對於別人來講 很麻煩處理 假裝沒看到 反而是一種比較容易處理的方式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 美國民眾想說 為什麼對方都已經親門踏戶 而且中國在目前為止 美國有八十八趴人認為中國是敵對的國家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政府 如果你拜登繼續 get him down的話 他會形成一個 你美國政府對中國卑躬屈膝 或者是不敢不敢應對 他們這樣子親門踏戶的 氣球攻擊事件 所以這會影響到 他們二零二四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這也是為什麼整體事件 你沒有發現共和黨撿刀槍 在這個時間點鋪天蓋地 就來攻擊這件事情 後來F二十二還有其他的戰機 為什麼要這麼大陣仗的去把他打下來 也是一種就是國內他們自己民主黨共和黨的一種文宣戰 但中國這一招確實有效 因為他這一招一出來之後 你把我你打下來 頂多就是個氣球嘛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那個夏立言 為什麼突然在這時間點說要去中國 我覺得當美國跟中國的這個開始槓上之後 我覺得中國永遠都出兇動用這一招 就是國民黨的一個出訪團 又變成是共產黨的一個遮羞部 什麼意思 你們美國一直喊不拉噹 一天到晚說什麼 我們要打臺灣啊 人家臺灣最大的在野黨 人家還要率團來來拜參拜 我們來來出訪 我們來跟我們交朋友 這個是明明我們跟臺灣就是兩岸之間 我們我們是家內事床頭草床尾和跟你老外什麼關係 跟你外國人有什麼記憶 他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每次只要美國跟中國開始 因為某些事情 包括培洛西的事件 包括這一次布林肯的事件 那個這一次氣球事件 他就會變成是有一個國民黨又要出訪了 然後又變成是共產黨又可以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之下的九二共識 我們來歡迎各界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為什麼夏立炎之前都沒有相關的傳言 這個時間點一個氣球事件被打下來之後 他莫名其妙又要出訪 所以我剛剛知道 你覺得是臨時 因為這個然後老公希望要出訪 我覺得不會是 我覺得不會是 起碼在之前氣球事件之前完全沒有這相關的 連陸委會也是這兩天才接到相關的一個一個 他們的一個申請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四個包括剛提到的美國要去訪中國 美國要來訪臺灣 習近平要去俄羅斯採訪 以及額外增生出來的夏立援出訪 就是中國的事件 這四個出訪 其實彼此之間都是有他的外交戰的意義在裡面 而我認為真的國民黨不要在那邊覺得說 我們只是為了民生 我們只是為了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今天國臺派宋濤已經直接講了 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之下的九二共識 那你們到底認不認 你們一定會認說 本來我們就是九二共識的基礎沒問題 但是這個九二共識 跟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共產黨很聰明 他們知道習近平之前講的 那個一國兩制的方案已經炒掉了 沒有在臺灣是沒有票房的 因為二零二零年八百七七萬人 站出來反對一國兩制 所以他們現在換了一個說法 什麼說法呢 退回到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但是有沒有可能未來說 如果我們談一個和平方案 和平方案我們承諾不打臺灣 搞不好就有人會去迎合這和平方案 但過往中國共產黨的紀錄是 只要任何簽署和平方案 簽了之後十年一定打他 不然就二十年一氣動他 一定改變他 所以我認為不管是講和平方案 一國兩制還是什麼的 那個九二共識 但是我覺得真的國民黨不要再迎合共產黨 做出這些所謂媚共的行為 還有一段是媒體上還報導說 夏立元這次出訪有沒有重要的政治任務 我不知道這段話寫的到底是什麼意義 你看到什麼他寫什麼 我跟你講政治任務 我們臺灣任何一個高層 不要說藍綠 到對外去跟對岸的主任 包括政治人物接洽 一定有政治任務 要不然去找朋友聊天喝茶的嗎 不可能嘛 但是我要講 過去一定有他們要談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沒有資格去知道這麼高級的事情 但問題是 因為要把這件事情跟什麼氣球扯在一起 我覺得真的是扯太多了 要知道我們這邊派任何人過去都是接洽過很久的 包括議題的溝通 甚至到那邊去要跟誰會面住什麼地方行程都是再三確認 至少都是半個月左右以上的時間在溝通的啦 沒有說今天氣球發現來 我每天就飛過去 沒有這個事情 國民黨過去一定有我們想要表達的事情 也希望能夠促成的合作 但絕對跟氣球無關 而且氣球這個事件 老實說要不是有那個民眾在飛機上看到這個氣球 根本就沒事 他根本就不曉得有氣球這個事情 怎麼會現在大家發現有氣球這個事情 然後又突然發現 好像我們國民黨要去對岸 就會把氣球跟國民黨聯想在一起 然後又覺得我們國民黨美共等等的 我覺得這些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對我們國民黨而言 能夠去做到兩岸的和平跟經濟的發展 是我們唯一要做的 真正關於國安的問題 我們當然也要尊重 而且我們也要防範 但是民進黨更應該展現出來他的態度是什麼 對方如果接下來再發生這種情況下 也許這樣講的我可能打不下來 但是反制措施是什麼 包括要不要讓民眾知道有東西出現了 讓民眾知道這個事情的真相 我覺得才是執政黨現在應該表達的態度嘛 不是說我們國民黨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國民黨怎麼樣氣球會不會飛過來 我們國民黨也沒辦法啦 我們國民黨沒有了不起到家氣球不要飛啦 我講真的 重點是執政黨的態度取決於民眾的觀感 怎麼接下來做下去 我覺得全民都在看 全民都在看就是說國民黨說要和平經濟啊 去為台商去談民生這些大家都認同 但是你用什麼換用國安換嗎 用國家的主權去換嗎 現在大家的問題就是說 當間諜氣球發生的時候 也同樣在台灣啊 那國民黨要不要去對中國抗議呢 我們有打下來啊 就是說我們打不下來啊 如果要兩萬公尺以上打不下來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說 當中國對全世界進行這樣子的一個徵收 當中國這個宋濤 當中國的這些王滬寧等等 習近平已經秒明了2027年 叫解放軍準備好就是要統一台灣的時候 那你去談完上一次這個佩洛西來台 下立言去大家已經非常不爽了 不爽什麼 不爽說你這個飛彈對著我們 你在圍倒的時候 你跑去 跑去之後中國馬上發表一個 這個什麼統一白皮書等等 新時代中國統一白皮書 大家就傻眼啊 你到底去談什麼 那你這一次洪秀柱先去了 洪秀柱陳玉珍 然後去談說什麼臺灣的食品要到中國等等 去完之後回來 宋濤也馬上又發表一個 歡迎所有支持九二共識 統一中國的有事之事 來中國來協商來談 所以你們談判的基礎 就是建立在九二共識 統一台灣這樣子的一個基礎 統一中國 那這樣子的基礎人民能夠接受嗎 所以國民黨必須要面對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二零二四國民黨的大選的主軸 你們的兩岸政策是不是還是延續九二共識 統一臺灣這樣子的一個中國跟東國唱賀這樣的主軸 這樣人民能夠接受嗎 我等你講一句話 就是民進黨對國民黨的批評 我都接受 我也都尊重 我只問一句既然這麼會講 那你們派人去談吧 你們派不派人去 這很簡單啊 如果你們做的 到底不用我們去啦 你們才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 你們高層有沒有辦法跟對岸談 如果你們談得好 我們共產黨完全沒有生存的餘地 因為不管是經濟外交 你們都可以做得好 我們也期待啊 不是 連美國都想要派人去農兵去談 布林肯都想要去囉 像是裴洛西之後 中美已經這個冷凍很久了 雙方已經就是貨不往來 結果這次想要去農兵 你中國去派個間諜氣球來 連美國都沒有辦法接受 這時候臺灣卻有一個 每一個每天想要併吞我們的這個敵國在這邊 然後呢 所以這個不用談 不用談了 那你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誰能夠談 這不是問題嘛 我想問你 那要不要談嘛 還是老話一句 那要不要談 願意啊 我們願意談 就是再對等和平尊嚴的前衛 就要不要射飛彈 不要弄起來啊 我也希望 我也強烈譴責對岸 絕對不要再派氣球過來了 對啊 絕對不要再派飛機過來了 但是談 我們更期待 民進黨能夠談得更好 好不好 我們都尊重啊 現在原來除了飛彈 要再多加一個 氣球也不要來 飛彈飛機不要來 氣球也不要來 可是將軍 有人說氣球某種程度 從這件事情發現 我們未來在防衛淡水河口 我們可以擺氣球啊 這個我除了我在回復淡水河口的氣球問題 之前 我要講一下為什麼國民黨的夏立言 在這個時候到中國 不能怪國民黨 這是共產黨的統戰最高的境界 他永遠不跟執政黨談 共產黨永遠找在野黨 你看是不是這樣 他永遠找在當民進黨在野 他找民進黨談 當國民黨在野他找國民黨談 為什麼二分法 他永遠不讓你在野黨 跟這個執政黨有一個信念 就是保衛臺灣 他永遠要你分歧 就是這是共產黨的一貫伎倆 所以這次宋濤會見夏立言 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 他現在開始對國民黨的想法 他要瞭解 國民黨以前是主張的是像 像洪秀柱這種 紅桶的全部都是統派 他發現這個統派在臺灣沒市場 他瞭解一下 像李柏毅這種所謂新國民黨的青年 到底腦子裡想什麼 你的腦筋的價值是臺灣精神 還是大中國精神 他瞭解這是誰 習近平交代宋濤要做的 他說你要把以往的一國兩制的統戰方式 擺到一邊 要研究一個新的九二共識的統戰方式 所以他正在做這件事 那你也不能怪他 他就是共產黨嘛 他就是共產黨官員嘛 所以說這是下連續的原因